随着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在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今年欧洲三大选举,荷兰、法国、德国、尘埃落定,亲欧政党全面胜出。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从选举结果看欧洲一体化倒退的危险暂时消除,但由于各方在如何推进一体化上缺乏共识,一体化进程依然面临重重挑战。 新欧政党军获胜 刚刚结束的德国大选是今年荷兰、法国大选后,欧洲政治舞台上演的又一场重头戏,被称为欧洲选举年的压轴大戏。 他不仅决定着未来四年德国的走向,还关乎欧盟及欧洲一体化的命运,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人民普遍求稳的心态,帮助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获得最多选票。 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得票率从四年前大选的41%,5%大幅下降到这次的33%可谓惨胜,而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获得12%,6%的选票成为第三大党历史性的进入联邦意愿。 在此前进行的荷兰和法国大选中,极右翼政党的表现也大大超过往届大选。 在三月的荷兰议会二院众议院选举中,首相吕特领导的自由民主党赢得150个议席中的33个,继续保持第一大党地位,极右翼政党自由党虽然没有暴冷之阵,却也赢得20个议席。 在参选政党中排名第二,其影响力不容忽视。 在法国总统选举中,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击败极右翼对手玛丽娜张英碧乱皇位欠场AT张永新著波承荒说灰制度保三,一抗战耸美34个选票。 相比2012年他首次参加总统选举时未能进入第二轮投票的结果,他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政线这次,显然获得了比当时更多的民意支持。 荷兰自由党,法国国民政线和德国选择党的共同点在于反欧盟,反移民和反伊斯兰,近年来受金融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多重因素交叠比影响。 这些政党风头颇见,已堆锁在国政坛造成较大冲击和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从选举结果看,尽管一体化在欧洲国家已经深入人心,反欧斯朝汉势力战时难成大气候,但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不容忽视,欧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势在必行。 未来之路不平坦 舆论普遍认为,三场大选的结果有利于欧盟进一步推进一体化进程,因为未来数年,荷兰、法国、德国这三个欧盟重要国家都有亲欧政党执政,而即将第三次连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更被认为是欧盟的舵手。 但由于各国民粹势力扩张,欧盟成员国发展不平衡,欧盟和新国家缺乏共识,欧洲一体化未来发展也面临多重难关。 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政党普遍持反欧盟态度,德国选择党进入德国意味可能对默克尔的亲欧路线起到干扰甚至阻挠作用,而荷兰和法国的极右翼政党也势必会挑战政府的亲欧主张。 欧盟核心成员与边缘成员之间的矛盾最近也在凸显,欧盟委员会在今年三月发布的欧盟未来白皮书中提出五种设想,其中的愿者多做设想允许那些有意愿的成员国在一些特定领域深化一体化,即走所谓多数欧洲之路。 多数欧洲得到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核心成员支持,但却遭到中东欧边缘成员的强烈反对,为维护欧盟团结。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在九月发表的年度蒙情咨文中提出了第六种设想,一个基于自由、平等、法治原则的欧盟。 其言外之意是,欧盟未来不会走多数欧洲之路。 此外,作为欧洲一体化发动机的法国和德国在一体化发展方向上也存在分歧。 法国主张优先推进欧元区改革,德国则急于推动共同房屋领域建设。 据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26日发表对欧盟改革的具体设想,可能会提出建立欧元区预算,设立欧元区财长,以及设立应于救助成员的欧元区货币基金等建议。 欧盟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政策研究员乌尔利克纪四行揭露,索成善莫菲赏波那些油龙鹿巨烟火可包那分母厄正帽质逃皇这卧撕虎垂新生推路仿顺烧岛千路。 可以预见,未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仅取决于欧盟核心成员与边缘成员的角力结果,同样取决于法德等核心成员之间的政策协调,再加上其右翼势力的干扰,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将难言轻松。